于池国中三年前结合地方产业 鼓励学子学习多元技艺 推动红钻计划 利用客与带学子前往制月坦等农委会查改厂 于池分厂 学习制查技术 希望学子能够更了解家乡产业 达到振兴地方经济的作用 我们在推广这个红钻计划的过程里面 发现孩子呢 他在学习上相对都是有帮助的 能够让孩子把他的心静下来 然后回到学习的课堂上 他能更专注 希望他们将来呢 学习这个技艺之后 可以留有机会回到家乡来 做红茶产业的推广和服务 他们也是这样期许我们学校 继续在红茶人才的培育这一块 从小的时候就养成他们 喜欢红茶 接近红茶 懂红茶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和一个技艺 计划课程中也准备了很多内容 让学子亲自DIY 动手体验茶艺跟茶道 让他们能够更加认识茶文化 志乐坛茶文化推广协会林理事长 也希望学子从中能获益良多 我们庄园有很多的一个体验 像这个制茶DIY 还有就是在茶艺茶道的一个推广 这个从宋代 宋代跟现代的一个茶具 还有一个泡法的不一样 然后让这些学生来了解 除了茶具的不一样 还有服装的不一样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点茶的这些器具的这些名称 也让他们知道 然后最后也让他们来品尝到 点茶出来的这个茶汤的滋味 还有现代泡法的这个香气滋味 区别在哪里 学子透过参与活动 自己DIY之后才知道 茶的味道有许多分别 使他们能够更加认识地方的茶文化 那就是能将茶的风味 还有苦涩 还有以及它的味道 都让我们了解 然后以及进行它评分这样 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冲泡时间 然后出来的时候 出汤的时候风味也会不一样 然后就有不同的风味 然后茶文起来的话也是不一样 透过红钻计划的办理 让学子体验茶道 更加认识地方茶文化 期许借此能够帮助地方茶产业的推广 为振兴地方经济尽一份心力 记者廖玉莹与此相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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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physiciansjän身 礼 الض地 或订阅 订阅 打 秋 厨 转发 订阅 转发 厨 领 Hen石 亮 老地 congregation 转发 的红钩 specifically fillingár悼体货场 4